各位没必要期待PS5 Pro或者PS6的4K60帧 我觉得游戏画面1080p就够了 游戏厂商不应该总往分辨率上使劲 应该在内容上多下功夫 游戏好玩才是第一性原理 而不是分辨率越高越是好游戏 分辨率越高越好玩 目前4K不好玩的游戏还少吗 我说的内容和好玩指的是 游戏的玩法 剧情 节奏感 持续的抖包袱 吸引玩家一步一步的探索游戏 一个游戏十几个小时 让玩家有一个难忘的体验 我认为这才是好游戏 至于分辨率 我真心觉得1080p60就够了 PS5的2K那就更好了 下面说说理由 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叫《指挥家》 是女性励志剧 并不是说电影多好看 是我在看电影的时候产生了一些感悟 我是陪老婆看的 没从头看 不经意见飘了几眼 就被电影的画面 灯光 文理细节 以及整体的品质感给吸引过去的 我还特意确认了一下 是爱奇艺的蓝光1080p 用XSS看的 电视是55寸的三星 支持4K 距离是3米左右 电影是2018年上映的 算是新电影 按照游戏的习惯 1080p分辨率应该很糊 特别是在4K屏幕下看1080p 应该更糊 但是在电影的画面里 不仅没糊 而且感觉特别的真实和自然 比如服装的纹理细节 特别清晰 特别逼真 我感觉这部电影光线的运用太美了 我知道大部分用的都是人工光源 但是轰多出来的那个画面 那个感觉 那个味儿是对的 讲的是30年代的事 根据真人故事改编的 电影应该是24帧的 但是在旋转镜头的时候 和游戏的60帧 一样四般顺滑 看电影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 游戏如果有这样 接近真实的画面 该有多好 1080p60帧 目前很容易实现 一块几百块钱的 2060显卡足矣 还带光追 我还记得 我第一次玩 神秘海域4的时候 那个画面太精美了 场景和人物特别真实 当时我爸还问我 这是游戏还是电影 我第一次玩战神4的时候 经常被震撼到 比如那只大乌龟 还有那条大白蛇 没想到游戏还能这么玩 太吸引人了 我在第一次玩 如龙灵的时候 演出效果特别带劲 人物的大特写 细节满满 后来我才知道 这是播片 不过这都不重要 还有就是古墓丽莹9 它那个爽快感 以及紧张刺激的节奏 即便是现在再玩一遍 也很有吸引力 但是后面的10代和11代 画面越来越好 但是越来越不好玩了 上面说的这几作都是PS4游戏 1080P的分辨率 口碑特别好 是有原因的 但是到了目前4K这个时代 口碑好 叫它响的游戏能有几个呢 谢谢大家